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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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Coach 今集的题目是海外升学申请程序和时间预算 可能你已经心中有数 又或者看了很多网上的资讯 需要好好消化 Coach,今集就为你汇聚所有重要的议题 帮助你不会挂一漏万 大家知不知道Coach 在关于admissions方面不同的议题 到目前为止一共拍了多少集呢? 今集最后会和你数一数做个大检议 提提你订阅Coach教育频道 给like、留言和社交媒体分享 多谢支持! 申请去海外留学 是人生最重要的里程庇之日 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将会升读大学的中学生 已经拥有学位有事业基础的人士 或计划全家移民的中年人 都同样要面对复杂和重要的抉择 所以第一个程序 他需要起码有一年半的时间给自己好好地准备 才可以稳妥地为自己的人生去策划 第一个阶段虽然仍是纸上谈兵 但最理想是拥有极充分的时间去搜集资料 很多人行事闯撤,甚至跳过这个阶段 结果为了折省时间四处沉觅四处问人 说得难听些就好像搞到自己像黑衣仔 或者像一个文盲的四处问人意见 希望被人施写一些快靓正的答案 为什么要自己搞到这么可怜的境况呢? 究竟你查问的对象 怎会知道怎样的人生只适合你呢? 复制人家的球学或职业铺牌对你有多少益处呢? 为什么你的人生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究竟你要找的答案是商业的销售手法 还是以教育和规划人生为依归的最佳指南呢? 第一步是要按照自己的情况和需要 能力和限制,选定行车线 Coach有三集是针对不同的需要大方向的 第一个是移民加拿大利用Stream A的 是六个优先考虑 有些已经拥有学历,希望进行人士了看 College vs University 14个分别 如果是往海外升学的中小学生 就需要收看海外留学申请陷阱甚个服务 不同路线人士都需要一个概念和大方向才研究深入议题 深入考虑议题分为外在和内在的因素 外在因素有了解了外国的教育制度和编制 检查一下申请和收生的程序 认清各个可行的选择 学会、学校和移民局有什么规则 查询所有的选项和该注意的事项 内在因素就要问一下你自己是怎样的人 你应该是一个随心的选择 和了解你自己的优势,承认你的局限 你想要怎样的生活,和你想带给你的家庭 怎样的未来呢? 你需要收集很多信息,包括选择的目的地 对于你自己的财务影响,教育体制 学位的类型和需要学习的时间,课程选择 需要的资格,一些先决的条件 GPA,或是公开市的成绩 职业的道路和工作的前景,还有签证的资格 Coach有两集介绍Horland Code 这是美国政府和北美大学最常用的职业心理测验 另外六成二升学和职业规划 介绍了学术和实用两个不同的stream 内六个不同的职业道向选择 另外有两集介绍如何选主修 以及这些主修带来的职业将来的薪酬趋势 不过最重要是要知道将来世界的走向 如果你糊涂地选择一些已经适美的行业或技能 就会是worst case scenario 所以Coach认为在这一组视频中 最重要的就是2025年最需要的职业和技能 Coach制作了两集关于graduate programs 包括了master's 和doctoral studies 介绍了taught master和research master的分别 一年的stream A就是称一式taught master by coursework 不过postgraduate studies的门栏一定更高 申请者读degree时的GPA 这些起码要达到3或3.3以上 才有机会去到门栏 至于有很多碩士的课程 如果是以迂回的方法 例如咸售或网上形式取得 就应有自知之明了 不如踏实一些、选一些选择 适合自己学术程度和能力的课程就读 Coach曾接触那位十分自负的碩士查询者 Coach问他的碩士学位是什么大学? 他就知不已对,原来是一间标榜 用手机自主学习的神奇学店 的确令人捱大开眼界 这样的学历是否会符合正统大学 我们不是说顶级大学 的碩士门栏呢? 就不用多说了 最后为了有心认真报读研究院的一集 就是研究院入学申请策略 申请者需要踏实地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 问一下自己什么选择对我的未来才是最好呢? 我擅长些什么? 我的经济和学术能力可以负担到 如何的学位和课程呢? 我这个学历课程的成果是些什么? 我会不会享受我所选择的这个学习过程呢? 如何去开拓我的职业路徒? 大概一年前你要进行申请入学的程序 留意学校公布接受申请的日期 策略是尽早报名 你要看它的openings 即是最早接受申请的时间 而并非在截止日期deadline 即是最后接受申请的时间才报名 但有些课程是先到先得额满即止 有些是等齐全部报名一次过排名的次序 请大家必须必须谨记 重要的策略是要提早报名 需要搜集什么资料 决定以后的重要事项呢? 你所挑选在什么学位 文憑或证书课程呢? 哪些学校需要考虑? 申请学校的数目是多少呢? 我们分开三类型 REACH 延伸 MATCH 配对你自己的能力 SAFETY 安全网络的学校 截止日期 我们要留意海外学生有多少的学额 有时候有些叫做ROLLING 就是全年滚动去收学生 以及有没有截止日期呢? 究竟是有多少个学期会收生呢? 开放申请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英语考试的成绩需要多少? 取录的标准 即是有没有科目要有 prerequisites? 有没有需要公开试的成绩? GPA 需要多少? 很多人是未达标的申请者 应该及早认清事实 无畏浪费精力 是不会有虚幸的 除非学店 否则学校公布的GPA 是不会改变的 REFERENCE 文件有没有? 个人陈述有没有需要? 关于第二步骤 申请学校 Coach 一共制作了12条片 有些家长不以为成绩好 必然会有好学校录取 这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市井观念 一生人只有一次的重要入学关键 绝对有很多专门的学物值得去专心学习 以及吸收和准备 如果要入读顶级的学校或具竞争性的课程 那无知就是你失败的前奏了 我有两集介绍加拿大各类学术认证的标签 让你辨别哪些是真正优良的学校 最后这五集就是介绍申请最优秀最具竞争性课程的秘诀 其中可能大家会忽略的就是中间这个 无可抗拒的入职入学终极绝招 这个题目是并没有夸张的 是为了解释最精髓分辨出息学生的数据方法 可以改变你的思考,帮助你迎战入学 申请奖学金或求职等各种挑战 第三个步骤就是你申请将会被 如何去考核和评估 如果你知道游戏规则 知道收到你的申请后将会被如何去评估 你就会掌握最重要的资讯 无知的往往是作为申请者 完全忘记自己在过去和未来 都无机会站在评估者的一方去看申请资料 所以你的猜测和想象或传言 可能全无参考价值 所谓答错事或自愿其说就是这个情况 Coach负责大学收生超过20年 所以除了保密机制所管轄的道德范围 不允许我公开的部分 为你在这几集中详细地否释 第四部分就是等待收录通知或拒绝回复 留意收录通知时间可以短至几日或四五个月长 在学校科证的网站通常都会透露时间 等待时间越长被取落的机会就是越低 有些学校会清晰地拒绝回复你 有些学院就是会收到申请后 一两个星期内回复未能达标或已满 但最不幸的有些学校会将你作为后保 等你等四个月或半年后才通知你额满 也即是远距离 有些学校申请会永远石沉大海 就像你申请一些工作一样 没有回复等于落船 所以绝对不能以为申请了 就是等待取录通知 我向很多申请者解释他们的申请 并不是买演唱会的入场券 因为原来很多人申请者以为 学校取录机制是纯粹先到先得 这就像超市买菜一样的mentality 所以如果你只是报读一两家学校申请者 又或将自己陷于无选择,空等的困局 如果收到取录通知 你必须在期限内缴付留委费Deposit 才会获得正式的学校取录信 有些国家,尤其是基宿或私立的中小学 需要缴付全年学费才会获得正式的取录信 大部分学校要求缴交内委费,确认学额 在开学前两三个月或一个星期 便需要交第一个学期的学费 最后留意留委费是否有退款的机制 和学位是否可以延期 或者如何取消条件规则 即conditional offer 例如英文的要求 如果你达到之后 你就可以取消这个condition 最后第五步就是申请学生签证 除了加拿大之外 很多国家都是依据规则办理就可以成功 唯有加拿大学生签证是最严谨的 当然 或者有一些一塌糊涂的申请都会幸运地通过 不过如果你掉以轻心 一旦被拒绝 便会朝至延误 甚至全盘计划告终 所以如果你选择目的地 是加拿大申请学签 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挑战关口 Coche用了7集去讨论介绍 讲解申请学签 其中2集 申请的十大缺失和失败至成功之路 是探讨学签失败原因和補救的方法 最高兴的时刻 就是收到各位申请人 順利通过关的好消息 以上的就是海外申请程序和时间预算 不知道你有没有计过Coche 一共用了多少集去探讨这个题目? 答案是36集 Coche对自己的惊人毅力感到惊奇 这36集所涉及的每一集 都是针对不同的关键议题 Coche坚持自己的信念 逐一详细分析拆解 而且每一集都是根据我在香港和加拿大 任教二十多年大学的经验 真正这样以申请人的利益为依归 绝对没有哗众随众的需要 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 欢迎你留言指教 CocheEDU教育频道至今有一共63集 除了入学申请之外 涉及英语训练、公开考试技巧、海外求学 培育异通、教育心理学等等的议题 不知道你收睇了多少集呢? 希望你多多捧场吧! 提提订阅Coche教育频道 给like、留言和社交媒体分享 多谢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